请低头我们祷告 主耶稣这几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是要从你自己话语里面有所学习 我们要仰望你自己在我们中间讲话 我们要仰望你赐给我们悟性 赐给我们一个领受你教导的心智 主让我们在这几天的里面 这个紧密的学习 也实在是能够说到我们自己 也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侍奉 你所教导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样仰望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大家手上都会有一本这一个手册 好 那现在我们就先从这个手册的第二页 来看一下这几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好 基本上我们的这一门课的那个内容呢 是要读马太福音 那么特别是要读它的特点 跟它的主题的发展 好 那这一个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等一下我们讲到导论的时候呢 我们会谈 好 那么另外一个目的是能够思考了这本福音书 其实马太福音 从很早的时候第二世纪开始 二三世纪开始呢 就已经成为教会的那一个门徒训练的那个手册 那有一次我讨论的那一个门徒训练的那个手册 那有一次我讨论的那一个门徒训练的那一个手册 我去做一个培训 那我只有是差不多是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我做什么呢 我做的就是把马太福音里面五段讲论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培训材料 其实马太福音呢 从很早开始 就是用在培养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呢 同样的我们也是希望呢 就是说能够思考这一方面的那个问题 那内容方面 你们有一些怪声音的 请把它关起来好不好 好 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跟我们前面的内容的第一点有关系 学习如何发现福音书的特点 那这一个呢 是有一些方法的 所以我们呢 是会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 我们会谈到一些 就是说在四本福音书 大家都是在讲耶稣基督 可是呢 为什么需要四本福音书 那这四本福音书 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它各自的特点 第二呢 是可以简单的记得马太福音的主题 发展跟大纲 这个讲起来呢 其实呢 不难 因为马太福音是福音书的里面一本非常有紧密架构的 这样的一本福音书 那甚至呢 有一些人会觉得 就是说这本福音书的那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的 那个架构太过紧密 所以有时候呢 给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乱 可是呢 事实上呢 这一本福音书呢 是很清楚的 好 第三呢 是学习应用福音书主题的方法 福音书它有的特点 然后呢 它这个特点的里面呢 它是要照做一个主题发展去看 那我们要看看去怎么样去掌握着福音书 怎么样去发展它这样的一个主题 好 第四是靠主在生活上流露出门徒谦卑的特色 这个跟我们的那一个等一下的作业是有关系 那会指定这一个作业呢 就是因为呢 马太福音描述那个君王的时候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描述 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君王 那这两个观念呢 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呢 是对立的观念 是很不容易合在一起的观念 可是呢 在马太福音书的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它呈现的耶稣基督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耶稣 那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世代的里面 有权力的人非常难流露出谦卑 所以呢 这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更是值得我们现代所有有权力的人学习 包括你们在座的 因为你们从某个角度来讲呢 是掌握着某一个权力 起码 我想你们起码会教一般主力学 那么你的学生呢 是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要他们死呢 他们就会死得很惨 所以呢 你要晓得怎么样用你的权力 来对你的主力学的学生 好 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啦 好 那作业方面 我所选择的教科书呢 是吴罗鱼的这个《玉不金王》 这是香港忠神 这位姐妹呢 大概呢 在台湾我们比较不熟悉 他以前呢 是忠神的讲师 那么假如大家注意忠神出的 这一本 演读版的圣经呢 串注注释版呢 你们就会发现呢 这一本呢 其实呢 就是他主编的 那后来呢 他去阿伯丁去练博士 那么在惠腾大学 教了一两年书 之后呢 现在呢 是在三凡寺的门训 在那一边呢 在那边教书 那我会采用这一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这一本书呢 除了注释之外 后边呢 还有一段应用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呢 我觉得呢 是比较适合在座的需要 所以呢 我就选择用这一本 那当我选择这一本的时候呢 因为我想到 绝大多数的人 你们是要买 那要买呢 就要值得留着 在学校里面 常常有一些是二年级的同学呢 就把一年级的教课书都卖光了 那意思呢 就是那种书没有什么好留的嘛 那我希望呢 就是说假如你们买呢 是你们可以留的下来 以后可以用的 所以我选择这一本 虽然我知道呢 是比较贵 香港的书是比我们台湾的书贵嘛 但是我想 你们值得留 所以呢 就选择这一本 好 那注意这里 是7月30日前呢 要交进度表 那么这个进度表呢 是有附录 就是在我们的 这一个手册的 41页的最下边 请你们就把它剪下来 那么寄到学校 好 那这是容易字啦 你要骗我 我也没有办法 那你说我要看的多仔细 常常有这一种问题 我的回答就是 书是你自己要读的 不是我读的 所以你自己认为你需要多仔细呢 你就读多仔细 反正呢 读完了是你有帮助 你不会帮我读书 所以呢 多么仔细呢 不需要来问我 你自己照做你认为你的需要了 来读就好 好 那第二呢 是圣经测验 在座有很多华神的同学跟毕业生 你们都知道呢 上我的课呢 一定有圣经测验的 那这一次呢 因为是密集 所以是有恩典 我们是把它放到最后采练 通常上我的课呢 是在开始的两周里面 一定是要有圣经测验 那基本的原因 我同学 华神的同学都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呢 神学院的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呢 读很多的书 但是圣经没有读 那所以呢 每一次我教圣经课呢 一定是要保证呢 你们读圣经 而且呢 是会把它读烂 好 那但是呢 要你们读呢 我又不是呢 故意就是说要挑拦你们 比如说 我不会问说 那个亚伯拉罕的第十五代的孙子是谁 那我想这样的问题呢 一定问到你们 连我自己都会问到 所以我不会问这一种问题 那我们原生制的美如姐妹呢 其实呢 很好心 已经呢 在我们的那个 这个手册的里面呢 列出一些马太夫婚里面 蛮特别的章节 比如说 大家看第八页 就有这个 有童女将怀孕生子 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 那么跟着呢 在十一页呢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当坐在死印之地的人 要有光发见他们 这一些经文 其实都是马太夫婚里面 很重要的经文 那我希望呢 你们起马呢 有印象之道呢 是会在第几章 我向来不主张呢 记第几节 虽然以前 我考试的时候 记这种章节呢 是很有本事 但是我的经验呢 就是呢 考完试五分钟我就忘了 可是呢 第几章呢 起码可以帮助你翻圣经 那我知道现在电脑通很流行 可是你也总不能一天到晚 带着电脑吧 除非你是很高 在高科技的上面的工作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还是需要呢 就是说知道呢 圣经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去找得到 那这个呢 是我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 我会要求是大家记得 基本上每一章有什么基本内容 每一章的里面呢 有一些什么重要的经节 不是那一些 我再说不是那一些 亚伯拉罕第十五代孙子叫什么名字 不是那一种的肢结的问题 是真正重要的经节 好 那你可能也会说 那我怎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经节 好 那你上课注意听了 你就会听到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就是说 马太福音里面重要的经节呢 有一些呢 是平常呢 我们认为不重要的 好 可是呢 真正你要了解马太福音呢 其实呢 是非常重要 好 那当然有一些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一章二十三节 他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字叫姨玛拉罕 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 童女怀孕就是唯一的经文嘛 所以有一些经节 大家可能很熟了 另外有一些经节呢 可能呢 大家不是那么熟 但是其实呢 是蛮重要的 好 第三呢 是专题报告 那么这个专题报告呢 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谦卑观 字数呢 是2000字 是在9月31号之前要交 那么怎么交呢 下边呢 就讲了 每人提供一份文字稿跟词片 交到延伸部 那么那个时候 因为我已经不在台湾了 所以延伸部人会集合 就寄到我那一边去 那假如你持交呢 就有下边第二的那个电话 还是信 还是那个电邮的 那个联络的地址 那么直接再跟我联络 那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Yahoo的自己那个附件呢 有时候是寄不进来的 所以呢 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持交 那不然呢 你寄不进来 也没有 我不是我的错 好 评分的准则 我们上课五天 每一天你来上课就已经有两分了 那么缺一个小时就是靠半分嘛 因为有一些人会迟到啊 找走啊 好 第二呢 是分组研讨 好 那这个要说明一下啦 这一次我们是一共呢 是有两个学分 所以真正来讲其实是三十个钟头 可是呢 三十个钟头呢 假如是用甜鸭诗的 就是只是我这样来讲呢 你们会发现呢 根本是吃不消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下午的那两个钟头呢 基本上呢 是用来做消化用的 好 那么大家手上呢 这个手册有不同的那一个颜色呢 主要呢 就是表示呢 你是不同的组 好 就延伸制的 蔡美如姐妹呢 已经帮大家分组分好了 就是你知道你这个颜色 去到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其他的同学 都是一个颜色的 那你就知道你没有走错地方 好 那等一下休息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再请美如来 跟我们仔细说明一下 好 那这个是分组讨论 然后也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 早上呢 是要录影 所以就变成呢 没有时间给大家去发问题 那我就会用礼拜四下午 做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 那么在你们分组的研讨论里面呢 其实呢 你们分组研讨的其中的一个要求呢 就是呢 找出你一张 某一张圣经里面一个最难的问题 好 所以我礼拜四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已经有你们找出来的那一些难题 可以解答了 好 那这个设计我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有时候呢 你有一些同学问的问题呢 另外一些同学觉得呢 太简单了 那假如是某一个问题是你们那一组大家投票投出来的呢 那么起码就是有一些人认为不简单嘛 所以那两个钟头呢 是会比较扎实一点的 可以可以来有问题的解答的时间 好 那阅读教科书这个是有百分之二十 圣经测验呢 百分之二十五 大家可以看到我对圣经测验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 好 期望是很高的 因为真正就是希望呢 就是说你们是 不是只是来听 可是 假如我讲课对你们有帮助 是希望可以引起你们读圣经的兴趣 好 那专题报告呢 是百分之三十 好 第五了 参考书方面 这个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参考书啦 仔细的参考书呢 你们再去看这一些参考书后边呢都有了 所以我也不需要把它列出来 那在注释方面 我只列出两本 第一本呢 是法兰士的马太福音 就是校园的丁道尔新旧约注释的那一套 法兰士呢 他的那个博士论文呢 就是做马太福音 所以他几十年呢 是研究符类福音书 特别是马太福音书 那丁道尔注释是很简单 很简要 因为他在西方呢 是为了大学生用的 所以是很简要 可是在很简要的里面呢 其实呢 是法兰士研究了 起码我看现在已经三十几四十年的 他的认为呢 最主要的一些地方 他把它写出来 那本来我在选教科书的时候就在选 就是说到底要用法兰士的呢 还是用乌鲁鱼的 那结果我是选择用乌鲁鱼的 但是法兰士的呢 其实也是很值得看的 好 不过大家假如有空去比较这两本书 你会发现乌鲁鱼的那个注释呢 绝不输法兰士啦 就是说在那个内容的方面 好 那另外一本呢 是最近在1999才出版的Kinner 是一个美国 假如我没有记错呢 是东部进信会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那他写的这一本注释的一个好处呢 是很多时候已经把讲到大纲都告诉你了 所以你假如不知道一段圣经你该怎么讲呢 你照做他的大纲去讲 大概你就不会错了 那他这本也写得很好 是在2000年的那个基督教得奖的一本书 好 那假如这两本很不够仔细的话呢 再从这两本里面去找 去找一些更专门的那一些文献啊 还是参考书 但是这两本呢 应该呢 就是说假如你是为作了解马太福音 还是为作那一个基本上在教会用的话呢 这两本书呢 应该是够你们用 好 那中文的专著呢 其实呢是两本半 第一本呢 是周天河的山上宝训研究 这个是1984周天河在东南亚神学院的博士论文 就是研究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 好 另外第二本呢 黄庚春的20世纪马太福音研究论文集呢 这个1998出版 但是基本上是翻译的书 是把欧美在过去可以说50年的里面 对马太福音有贡献的一些研究的文章 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翻成中文 那许多时候你们去看法兰士的乌罗鱼的Kiner的书呢 你们会发现他们会提到这一些文章 那以前这一些文章呢 要不是英文那就是德文的 那现在呢 有中文的把它翻出来呢 所以你们很上算 可是呢 假如你们不先看一些这一些著师 然后直接去看黄庚春的呢 我保证里面那会无煞煞 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些什么 因为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专门的那一种讨论 好 第三本黄庚春的呢 信约研究透视呢 里面有一部分呢 是牵扯到马太福音 那么这个呢 是最新的官符 就是说马太福音比较简单的一种介绍的资料 所以我把它呢 列出来 好 那这是我们的课程的简介的部分 好 那希望你们可以 我讲的已经够清楚了 那分组的方面呢 也许等一下呢 就是在那个 我们要休息之前呢 再请那个陈美如姐妹呢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 现在我们跟着看第三页 导论这一方面了 这一方面呢 我也是故意呢 非常简单 好 那么简单的原因呢 就是 希望就是说 多跟你们看马太福音 而不是多跟你们讲 别人讲 怎么讲马太福音 好 首先谈的是研究方法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回应到我们刚刚讲的主题 第一 内容我们说 要演读马太福音的特点跟主题发展 我们说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学习如何呢 发现福音书的特点 含有呢 第三呢 第二 我们要看它的主题发展的大纲 我们要研究福音书主题的这一种方法 这一个呢 都在这一个 研究的方法里面呢 我们会来涵盖 好 传统 我们研究福音书的进入 是用合参的方法 那么最出名的就是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神学院 读的那个丁良才的四福音合参 现在五十年后呢 你们喊再用 好 那这个呢 是一般的那种合参的方式 就是把四本福音书呢 一起合起来看 然后呢 看耶稣基督的生平 好 那这种方法呢 不是没有用 绝对不是没有用 有它的那个用处 就是说假如大家的兴趣呢 是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平 知道某一段事情呢 大概呢 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平的里面的什么时候 那么这个来讲呢 是很有用 可是呢 假如呢 要靠着这一个方法 来帮助大家了解每一本福音书的主题特点 还是大纲 那基本上呢 这个方法呢 是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它已经把它完全整合 综合起来给大家看了嘛 所以你看不到呢 每一本书它真正的那一个特点 那 那 那现在呢 这就是说特别也可以说呢 是过去五十年 欧美那一边的那个研究 福音书的一个很主要的成果呢 就是发现呢 假如是福音书 福音和参是主要了解耶稣基督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当初不就一本书就好了呢 事实上呢 这一种福音和参的这种方法呢 不是我们现在才有 在二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人做了 可是二世纪有那一个 而且是一个很出名的教父 那一个教父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呢 后来没有取代了四本福音书啊 所以呢 就是显然呢 就是说这四本福音书呢 它主要的写作呢 不只是要告诉我们说 什么时候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它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这里 而是很早的时候 也是二三世纪的时候呢 就教会的教父呢 就已经要解释 为什么福音书不只是一本最简单呢 反而是要四本 那早期的教父呢 就已经提出了 就要四本呢 是因为呢 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 其实呢 他们都有很特别的观点 来写耶稣 那他们读出来的这几个观点呢 其实流行了两三 应该说两千年 几乎是两千年里面 很差不了多少 可是呢 我们可以说呢 是可以说 就是说有一些改进 就是说在他们的主题的上面呢 把它讲表达的更好一点 好 那要怎么样去找到这样的一种主题架构呢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呢 要每一本福音书单独看 而且呢 而且呢 不是呢 一天念一段 也不是呢 一天念一章 而是呢 一次呢 就从第一章一节念到二十八章二十八 二十节 就是要从头到尾这样去看 好 那当然这样的看的时候呢 不是说呢 我们不需要再需要去看一些细节的那个主题发展 是整体的看 然后再细节的看 然后互相呢 影响 你的整体的看呢 可能呢 会让你发现 可能这一段呢 我本来的了解有问题 所以你再去仔细再看看呢 那一个里面的一段的细节 那么 这一段的细节看完了之后呢 会回头来影响呢 你对整本书的那一个了解 那这个呢 目前来讲呢 有两个名词 一个就是所谓结构评判 另外一个呢 是故事评判 好 那需要了解 讲一下的 解释一下的 就是说 当我在用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说呢 就是说 在这个结构的上边呢 左者呢 是故意的去扭缺一些事情 卫座呢 是要达到他的目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呢 确实我们以后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 特别呢 到我们讲到第八章 第九章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再做一个 就是说合参性的那一种故事的比较的时候 比较 那么那个时候呢 会让大家看到呢 就是福音书之间他们的记载 次序是不一样的 甚至呢 用词有一样 但是也有不一样 那以前呢 经常在讲那个福音书的那一个作者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 就是认为呢 马太福音是根据马可而写 那么基本的一个理由呢 是因为呢 马可比较短 马太比较长 你把短的写的长一点容易 你要把长的写的比较短呢 蓝 特别呢 你把长的里面有一些 基本上都附略掉了 那会更难 那其实我们是会发现的 不是这么简单 马太有一些地方呢 比马可福音短 那为什么是这样 最好的结论就是呢 每一本福音书它什么地方 长 什么地方短 跟它整本福音书写作的目的有关系 所以有一些地方它写的比较短 有一些地方它写的比较长 另外一些地方呢 我们会看到呢 某一些资料呢 在另外一本福音书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呢 在这一本福音书呢 是又是在另外 又是在不同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呢 也是跟它的那个写作的目的呢 有关系 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 我刚刚说和参不是没有用 原因也就在这里 因为有时候呢 你真正要看出一些那个福音书 那这个福音书的特点呢 可能呢 你需要做一些比较 因为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一样 那你也发现它有一些地方是一样 所以就在这个一样又不一样的里面呢 去看到呢 去问了为什么它会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结构评判呢 就是说 基本上呢 我们要做的 好 那故事评判呢 我也必须要讲一下 故事评判呢 现在的讲的 有一些人讲故事评判呢 就是反正这故事呢 不管它是真是假 那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做培训 我就用故事这两个字 那么下面就有人反映 说 你不认为圣经是真的 那我要立刻解释说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故事呢 其实呢 有真故事 有假故事嘛 对不对 所以故事本身呢 没有一定说 你本身是要假的嘛 可是呢 讲故事呢 又显然呢 是有讲故事的技巧嘛 对不对 那么特别呢 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在讲的里面呢 是会包括到语系的表达 有时候呢 是会希望呢 讲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这样讲呢 会引起你一些的反应 好 那么这个呢 是现在呢 这个所谓故事评判 跟结构评判 加起来的时候 我们呢 是可以呢 对福音书有更深入的那一种的了解 好 那再下去呢 我提到一个呢 是社会科学的进入 这个社会科学的进入呢 目前呢 有好多种 有一些呢 是从真正社会学的角度去看 有一些呢 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看 好 那基本上呢 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 这一本福音书在他原来写作的时候 到底真正是怎么一回事 在念马太福音的时候 其实一个 以后我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呢 是有很多呢 骂法利赛人的话 那因为马太福音呢 是有很多这一种骂法利赛人的话呢 我们现在这一些基督徒一听到法利赛人呢 我们头脑里面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一些是坏人 是假冒为善的人 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是其实呢 法利赛人呢 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呢 他也是最近前的人 那假如你不了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马太福音呢 你才不会只了解呢 耶稣骂法利赛人是不是 是多么厉害 耶稣骂法利赛人等于呢 是今天呢 有一些奋心不到家了 在骂牧师 在骂长老 还是说呢 一些人呢 在骂我们的总统 骂我们的那一些儒家道统人士 说你们呢 是刷白色的坟墓 那你敢 假如你用当时的法利赛人的那一种社会地位 可以再来了解耶稣怎么骂他们呢 你就知道呢 耶稣骂得多凶 而且呢 这种人呢 是多可恨 那同时呢 补一句 假如你在教会里面 让人家骂两句呢 你要感谢主 因为呢 人家很没有骂你呢 像刷白的坟墓呢 耶稣基督 在世的时候 骂那一些教会的牧师长老之士啊 真真是骂得够凶的 那怪不得了 人家会气死他 你骂坏人 说是刷白的坟墓 有一些坏人真真会认的 你知道吗 那另外有一些当然会说 你敢骂我 那我就把你干掉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去用耶稣的话 骂我们的那一些社会的高层人士 那 那个反应呢 绝对是非杀掉你不可的 这是 马太福音的那个法利塞人 从当时的那一个背景去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那个严重性呢 比我们现在所了解呢 严重许多许多 而且应用起来呢 也就很有用 你不会觉得呢 马太福音23章 那顺便告诉你们 耶稣骂法利塞人呢 是在马太福音23章 那马太福音23章呢 你不会觉得呢 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觉得教会里面都是好人 大概用不着呢 你这样去骂法子 但是其实假如是今天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用那一段话呢 是在教会里面骂人的 那当然包括呢 你跟我呢 都要爱耶稣骂的 所以 那正圣经呢 其实呢 很有意思的 不是在骂坏人 是在骂好人 好 那这是社会科学进入呢 有时候呢 是可以帮助 对我们有帮助的 好 那所有的讲福音书呢 都必须呢 讲作者跟著作就齐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实在讲呢 我必须说 就是说 我本来是念历史出身的 那搞了几十年的这一些新约的这一些作者的问题 搞得呢 那个头头都大了 然后呢 也觉得烦死了 为什么觉得烦死了呢 因为呢 马太福音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谁写的嘛 好 我们今天都说是马太了 我也相信是马太了 但是马太福音本身没有说他是马太写的嘛 好 那马可福音 我们说是马可嘛 你找一节圣经告诉我说马可说是他写的 你找不到嘛 不像保罗书系嘛 好 在福音书的里面呢 有好多是 特别前边三本书呢 基本上是没有告诉你是谁写的嘛 那么在这样的里面呢 其实我们谈到作者问题呢 我们是在做一些历史的考据 任何人 你们做过历史的考据 你们都知道了 历史的考据呢 是很难确定的 你要百分百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 好 那对我们来讲呢 因为呢 我们已经有两千年的那一个教会的历史 所以呢 早期 教会怎么讲呢 很值得我们注意 很值得我们去接受 但是呢 单单从福音书里面 说你找一节经文告诉我说是马太写的 保证了天下没有人可以有这种本事 好 那假如作者是谁都没有办法 是绝对的所谓百分百的用历史的考据 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证实的话 什么时候写 当然是更难了 你连他谁写都不知道嘛 所以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 基本上的几个 比如说在这一个争论上面 几个主要讨论的关键 写作日期 基本上是两说 一说是在七十年之前 一说是在七十年之后 那为什么会定七十年呢 其实这个呢 在跟新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日期有关系 耶路撒冷圣殿被毁 是在六十八到七十年这个中间 所以七十年的时候呢 圣殿已经被毁了 那么这个呢 在犹太教的那个发展的里面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教会发展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呢 经常在讨论呢 七十年跟七十年前 七十年之后 另外一个七十年的因素呢 就是呢 你要估计那一些人可以活多长嘛 因为这些人是耶稣的学生嘛 那假如呢 耶稣死的时候是主后三十年 这一些人是二十岁 七十年的时候呢 是几岁啊 六十岁了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基本上呢 还要估计呢 就是说这一些人呢 会活多久 那所以呢 这个七十年呢 基本上呢 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影响 能死掉了 那你说是他写的 那不可能嘛 比如说你说呢 是一百三十年写的 哇 那你要说马太就活了一百 起码一百三十岁了 好 那就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你就会说可能性非常非常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日期呢 是又是跟这一个呢 有点关系 好 但是 那么这个怎么定呢 基本上呢 是要从福音书里面去找证据 那这个从福音书里面找证据呢 本身呢 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刚刚说呢 就是福音书的作者 他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一些东西嘛 所以他连自己是谁 他都不告诉你嘛 好 那我们要再去猜呢 他是什么时候写呢 那当然是更加的困难 所以一说到是七十年之后呢 事实上呢 主要大家看那个我下边的几个呢 你就会看到呢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要看看福音书的作者到底呢 是跟犹太教有什么关系 是在基督教跟犹太教很没有完全断裂之前 很是呢 跟犹太教呢 已经完全断裂之后 那这个呢 表达方式呢 会不一样 有时候呢 在讲话的时候呢 就会有点不一样 好 那 然后第三呢 说者呢 到底是犹太人呢 还是是外邦的基督徒 好 那在这里有一个错字 对这问题没有兴趣 不是对这回题 这是我敲错了 我用大意的 所以六敲到七 七敲成六 所以就问了 就变成回了 对这问题呢 根本没有兴趣 那假如他根本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的话呢 那七十年之后呢 什么时候都可以了 好 那跟犹太教完全没有断结关系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就会是在七十到八十中间 已经跟犹太教断结的关系呢 基本上呢 会是在八十年之后 好 那假如作者更是外邦人的话呢 那他可能呢 到九十年都有可能了 好 那在这一方面 我刚刚说 是有这一种的理论 这种理论呢 到底最后是怎么样呢 其实是没有这种百分百的那种把握 好 那基本上呢 怎么样去找呢 下边我就说呢 马太福音本身呢 是不是有蛛师马迹可以找到 好 那有两段 两个 两种经文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经文呢 就是跟犹太教的关系呢 好像还没有完全的断裂 好 马太福音 十章五节到六节 知道大家知道讲什么吗 好 不错 好 不错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好 这一句话当然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讲的话 好 但是这一句话呢 会留下来呢 是很奇怪 很奇怪的 因为呢 到这一句话会引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耶稣好像从来没有要人向外邦人传过福音 只要他的门徒在以色列的境内 而且呢 是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就好了 这一句话 假如你这样抽出来单独去看的话呢 是会给人有这一种的影响 好 那假如呢 是马太福音呢 写这一 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离这一个原来的情话已经很远很远 他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一句话 好 另外的一段经文呢 是23章 23章我讲过是骂谁的 骂法利赛人的嘛 好 那 所以大概呢 还是跟法利赛人有点关系吧 好 17章24节到27节呢 这一段呢 我想你们比较不会去注意到 是在讲到有人来问耶稣 问他们说要不要交圣殿税 好 那 那这一个圣殿税的问题 假如到七十年圣殿都没了 讲交不交圣殿税没有意思嘛 对不对 这一句话 有意思呢 只是呢 在含有圣殿的时候嘛 就好像我这几天在搬家 然后我发现呢 我七年前的买一个 一部打字机呢 已经变古董了 现在跟你们谈打字机呢 是没有意义嘛 现在呢 要跟你们谈电脑才行 就是说很久之前的一些事情呢 你过时的事情呢 就没有什么意义嘛 那很会去谈呢 大概呢 就是还没有那么断的那么分明嘛 好 另外一个呢 是马太福音24章 这个呢 也是马太福音很主要的一段经文 这是橄榄山的预言 橄榄山的预言呢 在马太福音是24章 在马太福音是13章 不告诉你们路加福音在那里 那24章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特点呢 是把整个圣殿会被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完全是当做将来这样去看 可是我们刚刚说七十年是圣殿被毁了 所以这个呢 是有一些人认为马太福音里面 应该是在七十年之前所写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好 那相关的问题呢 是比较大的环境了 就是不是马太福音本身里面的一些诸实马迹了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 跟犹太教的关系 这一个有关系了 因为大概主后85年之后呢 现代研究犹太教的学者呢 会认为呢 犹太教呢 自己就在这个所谓耶脉尼亚 那有一个开了一个会 开了这个会之后呢 他们就决定了基督徒是宜端 那这是一说 这一个会议到底是怎么事情呢 其实呢 也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大概是这样交代 好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 完全没有跟犹太教分离的话 就要在这个85年之前 假如已经跟犹太教完全分离的话呢 就要在85年之后了 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呢 就是假如是跟犹太教之后呢 应该是在80年之后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从马太福音里面去看的了 就是马太福音的 那个时候 他假设的教会的情况跟写作的背景 那这个呢 本身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好 那是这几一许多多的因素 这样合起来呢 是成为现在去讨论到底马太福音 是谁写的 在什么地方写的 好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我刚刚说的 我是会把古代教会 对这一方面他们的看法呢 看得比较认真一点 那古代教会呢 基本上呢 都会说呢 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 而且呢 是在主前70年之前 主后70年之前所写的 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有一些什么主要的 重要的课题 第一呢 这里我给的名字呢 是所谓天启主义 这是近代台湾比较 就是说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好 那这个所谓天启主义呢 基本上讲什么呢 就是说 奥比的事情属服上帝 假如他不起事的话呢 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呢 上帝会用各种方法呢 去让人知道 那知道的人呢 需要有智慧 基本上呢 是这样的一种的路线 那当然 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24章嘛 我绝对相信 假如你们有一组是 设计 你们的设计是 那个编到24章那一段的 你们一定呢 会从24章 找出很多很多的那些细节问题来问 好 第二呢 是基督论 我刚刚说 马太福音对耶稣基督 有很特特的了解 那么特别呢 等于像我们念到第一章开始呢 我们就会看到呢 他非常强调的是耶稣呢 是大卫的子孙 因为这个呢 是跟我们传统呢 所说的马太福音讲耶稣是王 有关系的 好 第三个基督论的问题呢 是马太福音很特别的了 就是会讲到智慧 耶稣的智慧 有几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经文 是谈到了智慧 好 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呢 是教会 你们上过我新约神学的都会知道 在四福音的里面 其实教会这一个名字出现的 只出现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之外 四福音其他的三本福音 没有一本用教会这两个名字 好 那因为马太福音谈很多法利塞人 所以马太福音对律法的了解 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他也是谈的非常的多 好 那律法这一方面的主题呢 也许我多讲两句 因为我们就讲到就是说社会科学进入 那你需要了解这个律法实际上的含义 律法呢在我们现代的含义来讲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是法律 律法反过来就是法律嘛 英文就是law嘛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和和本把它翻律法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律法 假如当初翻法律的话呢 我们现在大概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呢是跟法律有关的 但是除了法律之外呢 律法呢也牵涉到道德 所以这一个主题呢 假如大家这样去理解的话呢 就会觉得呢 这样的主题其实呢 对我们现代来讲呢 并不陌生 对不对 好 马来福音里面 今天也讲很多呢 是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刚刚讲过 马太福音很早期就用来做门徒训练 做初信造就 那以后我们也会看到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他确实呢 有很特别的那一种安排 他会讲一段讲门徒的 然后呢再讲耶稣 再讲门徒 再讲耶稣 他常常会这样子做的 那当然开始的时候讲耶稣 讲多一点 后来的时候呢 会讲门徒会讲多一点 但是呢 这个门徒跟耶稣呢 是常常在一起的 好 跟着下去呢 是救恩的历史 这个救恩的历史 特别呢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了解旧约 怎么样了解旧约跟新约的关系 怎么样了解教会 在新约的时代是怎么样一回事 了解到呢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怎么样一回事 就是整个那个上帝的那个救赎的过程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是有呈现 好 那马太福音 一个很特别的呢 当然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宣教会议里面经常会用的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这两节圣经假如你们不会背呢 我相信你们考试呢就会少掉五分 然后呢很应该来给我打屁股 因为连这两节圣经都不懂的话呢 那就真真呢是你够糊涂了 马太福音呢 是有最后呢是很强的这一种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一种 好 那从这一些呢 就是说大家其实呢就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假如要谈这一些问题 那你去看马太福音 大概你会发现的马太福音呢 是会有一些蛮特别的信息给我们的 特别呢当我们谈到最后 谈到28章18到20节的时候 我就会说呢 其实我们基督教的过去 两百年的那个宣教的历史里面 就是开始的一百多年呢 就是复留的这一段经文 所以呢我们整个那个宣教策略呢 有很严重的偏差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去看第四页跟到第八页了 这是我为大家提出来的大纲 那么以后呢的讲义呢 基本上呢也是寻作这一个大纲来发展的 所以假如大家要知道马太福音基本上的分段是什么 那么大家可以呢用我这一个呢来做一个参考 好 这是反正说呢 假如问到大纲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会是一个标准答案 好 可是真正来讲 好 讲马太福音的分段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马太福音很明显有架构 但是因为有时候呢它的架构非常的紧密 所以事实上呢我们会有点混乱 但是呢它那一个架构呢 却又是在那里的 那比如说 念马太福音 任何人只要从第一章念到二十八章 你不可能会复略马太福音里面有五大讲章 我刚刚讲过的我用来做耶稣基督培训材料的 那五大讲章 你绝对不可以不可能复略的 那五大讲章的之后呢 马太福音呢都会做一个交代 比如说在第七章二十八节 就是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那这是第一个大讲章 有一个交代 好 第二个 第二段的讲章呢 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这是耶稣基督拆遣门徒出去 给他们的教导 好 那这一段教导呢 其实呢也有一个结尾 但是因为我们习惯的那种一天读一章呢 所以我们没有发现 因为这个结尾呢是在十一章出现 十一章的第一节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 往各城里去教导 去传道教训人 他有一些结尾 让大家去看 那在这样结尾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说好 这里完了 跟着下去呢 是另外一段的开始了 可是有一些时候呢 因为它本身的那个架构 是非常的那一个紧密的 所以你要真正要分得准呢 也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最出名的一段 我就用这一个例子来讲 因为你们去看我的分段 然后再去看吴罗鱼的 再看法兰士的时候呢 你们会发现的我们不太一样 那这个分段是在那里呢 就是在第四章中间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 没有问题 因为讲马太 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 然后呢第三章呢 就开始呢 讲约翰 施洗约翰出来 为做耶稣施洗 第四章开始呢 就是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 好况也受魔鬼试探 那你要注意呢 这节经文呢 事实上呢 是紧接着上边三章十六节 耶稣受了洗 随接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像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然后第四章一节呢 就紧接着这一个圣灵呢 在他身上做了什么 好 好 四章十一节 受完试探了 好像有一个结尾了 于是呢 魔鬼呢 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侍奉他 十二节呢 门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撒勒 往加布隆去 就住在那里 在那地方靠海 就讲了耶稣呢 开始在讲耶稣搬家 好 那是不是呢 在十一章 四章十一节这里 跟十二节这里 是一个主要的分段呢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是是了 可是呢 从十七节呢 又另外一 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 你会看到呢 是在一起的 但是在另外一些圣经里面呢 其实呢 这一节圣经呢 是另外一段的开始 从那时候 耶稣呢 就传起到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然后假如 你从这样列下去 跟着十八节 耶稣呢 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两人 然后耶稣走 二十三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辉堂教训人 那这样呢 其实呢 也可以连得起来 所以实际上 这就说在这里呢 我们是要从第二大段呢 是要从这个四章十二节开始呢 还是四章十七节开始 甚至有一些人 会从四章十八节开始呢 这个其实呢 是一个很不容易决定的事情 好 那在分段的里面呢 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有时候呢 是因为呢 就是说段落太长了 所以我们不勉强分段 比如说是在十六章那里 我自己在分段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呢 是非常勉强的分 因为假如不勉强分的话呢 那一段会太长了 好 可是呢 有一些人呢 就还是会不分 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好 那这是很简单的去告诉大家 就是说在分段的上边 是怎么做的 基本上呢 就是呢 你真正是要从一章一节念到二十章 二十八章的二十节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 注意呢 他这个中间呢 是作者呢到什么时候呢 给你一个段落 到什么时候给你一个段落 那通常你第一次做 你大概不会满意的 甚至呢 甚至呢我马太福音这一次呢 是交了起码是第四次了 那么才会比才觉得比较确定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呢 我每一次都还是喊做修改一点 就在真正的那个很仔细的分段的上面呢 有时候你会觉得呢 你看得不够准 所以你可能需要呢 稍微再做点修正 好 但是这个分段到底是什么地方开始 什么地方终结呢 其实呢并不是最要紧 分段的重要呢是帮助你的记忆 是要帮助你去记 是要帮助你去记 好 那 然后呢 从这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呢 是在分段的里面呢 你大概呢可以发现呢 就是整个那个福音书的那个架构呢 跟主题发展呢 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好 那这个 以后我们会讲蛮多的例子 所以现在呢 我只是稍微这样做一个交代就好 好 那要再交代一下的呢 就是我对马太福音的那一个主题了 好 那我给他的主题呢 你们大家会发现呢 我跟无罗鱼的主题呢是不一样 无罗鱼的主题呢是义扑耶稣 对不对 义扑君王 义扑君王 好 好 那在我的主题的里面呢 你会发现呢 我讲的这个君王呢 这一个名字呢很在 对不对 我用这个君子就在那里 对不对 但是呢 还有更仔细的呢 就是这一个君王呢 假如用我们中文来讲呢 是一个人君 假如用马太福音来讲呢 是一个谦卑的君王 而这一个谦卑的君王呢 他来到世界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救世界 所以我给他的呢是救世的人均 就在这一个主题的里面呢 我再给他呢 多两个副题 好 可是单单这样呢 我又觉得不满足 因为我刚刚跟你们说过 马太福音呢 不只是在讲耶稣 他还在讲门徒 所以在我的主题在后边呢 我就加上一个呢 与门徒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我对马太福音的那个主要的信息的那一种的掌握 那其实后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救世的人均呢 是门徒在世生活的那一个模范 那假如大家要一节圣经来讲这个的话呢 也是可以考你们一项 我相信你们中间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传道人 所以一定会懂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 也是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讲什么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比较你们得安息嘛 然后呢 你们呢 要赴我的 而选我的样式 这样呢 你们心里呢 就必得享安息 一个讲耶稣 一个讲门徒 门徒是 耶稣是这样 门徒也要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是安息的秘诀 什么秘诀呢 柔和谦卑 那这是马太福音里面 很多人会背的一句金句 那也是马太福音里面 确实是一句很重要的那个金句 那就在这一句金句里面 我们通常注意的是前面 我柔和谦卑里面的安息 我们没有注意的后边是后边 你们也要选我的样式 但其实呢 在这句话的里面呢 是有两面的 好 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 马太福音 他显然不只是要告诉你说 有一个人叫耶稣 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子 马太福音很要告诉你 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呢 你该是怎么样子的 好 那所以要表达马太福音呢 我觉得呢 把门徒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拉进来的话呢 这样的会比较呢 是可以准确的去完整的 掌握着马太福音里面的 那个基本信息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开始看马太福音了 好 首先要提的就是一章一节 我们中文圣经 和和本 用的一章一节是 亚伯拉罕的后立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这样去表达 我问你说 耶稣是谁 你们第一个会给我什么答案 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不对 你们不会给你们的给我的答案 不会呢 是大卫的子孙 可是在原文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 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子孙 大卫走在前面 可是我们中文圣经 从来没有先讲八八再讲祖父的 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先讲八八再讲祖父的 所以我们的和和本 只好呢 是照着我们中国人能够懂的 先讲亚伯拉罕 然后呢 再讲大卫 可是呢 在当时的世代 其实很主要的是先讲八八 你是谁的儿子 好 那在这里呢 提出来的八八呢 也不是月色喔 是大卫喔 好 然后再看 二十节 正思念这世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什么 大卫的子孙 月色 好 再看前面 十七节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 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这个中间的关键点是什么 大卫 十四代 但是也是大卫 作为切开点 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呢 说是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其实真正是没有讲错 因为从第一章开始呢 就是在这样的主题里面呈现 就是在这样的主题里面呈现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并不是大卫的子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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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耶稣 是从哪杀了出来的耶 你怎么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呢 好 那要记得 你现在是在念马太福音 不是在念路加 假如你念路加福音的话 你说大卫有什么点名上车 约瑟跟玛利亚到大卫的城里 玛利恒去 但是马太没有 马太要到第二章彩绘呢 告诉我们说这一个耶稣呢 原来其实也是出生在玛利恒 但是他喊在要最后要交代呢 为什么他成为哪杀了人 耶稣 好 那就在这一个情况的里面 再谈一下 主谱的功用 我们现代人谈主谱没有什么意思 除非你们中间是客家人 假如你们客家人 你们就知道我们中国人主谱很要紧 但是以前呢 其实呢 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主谱很要紧嘛 那特别呢 特别呢我刚刚说呢 当时认识一个人是 你的爸爸是谁嘛 意思呢就是 主谱呢是提供了身世嘛 还是说你的来历 那整个就是马太福音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主谱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我在跟你们讲的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那一下子呢 假如是对犹太背景的来讲呢 他们立刻呢 是可以得到一个很明显很崇高的那一种的印象 那这一种印象呢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 我们大概没有啦 因为我很记得十几岁的时候信了耶稣 然后团结了福岛 将我读圣经 问他从什么地方开始 他说从马太福音开始 马太福音一练下去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凡死的没有一个名字是我认识的 就觉得毫无意义 这一些人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记这一些来干嘛 可是呢 同样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大卫耶稣基督的家谱 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当时犹太人来讲 一听到这一个的时候呢 他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很有来历的 反正我们现在俗话说呢 是很有来头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一个人呢 整个的问题是 在这一个族谱的里面 大卫的亡国已经不在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是被掳了 以色列人喊在 犹太人喊在被掳的情况的里面 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喊是在被掳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后边 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来是要叫他叫做以马类利 以马类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前面一点呢 21节告诉我们说呢 因为呢 你要把他叫做耶稣 因为呢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呢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这一个家谱呢 是在马太的里面呢 已经呢 是在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家谱到耶稣为止呢 是要成全了 那也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里面 是马太福音书里面呢 经常会引用旧约圣经的一段经文 这是要应验主借作先知所说的话 有先知的话说什么什么什么 一共呢 引用了五段的经文 这五段的经文的里面呢 对大家来讲最莫名其妙的一段呢 大概会是二章二十三节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请问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 就有什么地方 这段经文呢到现在呢 研究马太福音的专家呢 含有不同的答案 那么两个答案呢 基本上呢都是从拿撒勒那一个三个字母来着手 西伯来文呢 他们有那个子音 然后呢 是不是主音啊 主要就是那个alphabet 中文叫什么 字母 但是下边好像Aiour 那个叫什么 母音 好 所以他们是先有子音 然后呢 再加上母音 好 那到现在 假如你们去看以色列的报纸 你看到呢 只有子音 没有母音的 好 那拿撒勒呢 假如是用那个 现代的英文表达出来呢 是一个N 一个Z 一个R 这是拿撒勒 然后下边呢 你再加上呢 母音呢 然后就把它拼出来了 好 每一次碰到犹太 就是说西伯来文这一种技巧的时候 我就很服他们 所以同样几个字母 你怎么知道 到底应该加些什么东西进去呢 但是他们就很有办法 这个也是我不敢念旧约的一个原因 那NZR 在旧约的里面呢 可以有两个背景 一个呢 是哪希儿人 哪希儿人 奉献给神的 另外一个背景呢 是以赛亚书十一章 大卫的根 那一个根 的希伯来文 也是用NZR 那在这样的里面呢 是取的是什么呢 是当时很流行的 所谓邪音 我们中国人也会有这样嘛 特别开玩笑的 一些人名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很好笑的一些人 一些话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几个音 那个人名呢 跟我们另外几个音很靠近 对不对 那希伯来的犹太人呢 他们也有同样的这一种 这一种方式去表达 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母 但是呢 你不 把给它不同的母音 发出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是不同的那个意思 好 那咱们注意呢 是二十三节讲的呢 是先知所说的话呢 那在这里呢 中文比较难讲 因为我们中文呢 那个多数单数呢 不表达的 我最近曾经去参与一个 那个圣经翻译的 那到多数的时候 我就说 应该有一个门子在下边 然后呢 碰到那一些中文的修持专家 都把那个门子杀掉 他们说中文不需要这个字 那在这里呢 假如现代呢 我去翻呢 是为先知门所说的话 可是呢 那些中文专家 就把这个门子杀掉了 就变成先知所说的话 那先知是一个 是两个是三个呢 我们中文本身看不出来 可是在原文呢 这里呢 是许他几个先知所讲的 那意思就是说 他在这样讲的时候呢 他不是呢 在引用固定的某一个先知 而是在讲呢 就是说 这一个先知书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种的信息 那我个人比较倾向的呢 是认为在这里呢 是大卫的根 因为在这里呢 就是一直呢 他是在强调大卫的子孙嘛 所以我会认为呢 那个背景呢 这应该呢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的 那里大卫的根 这样的一个传统下来 可是在这一个传统下来呢 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呢 一方面呢 他还是大卫的根 可是这一个大卫的根呢 却成为那一种 当代哪撒勒有什么好东西的 那样的一个人 在这里呢 要了解背景呢 约翰福音就很有用了 对不对 有人去找拿蛋业 然后拿蛋业就问哪一头了 这个人是谁了 哪撒勒的耶稣 第一个就是哪撒勒有什么好东西 可是呢 在人看他没有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他其实呢 却真正呢 所要成就呢 是大卫的那一个救赎的工作 好 那也是在这样的里面 马太特别的呢 是用出在第二章 是用出埃及 下埃及 用出埃及 对不对 来讲耶稣 所以在整个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呢 马太呢 就是要试作呢 去讲耶稣 是真正要成为上帝 给大卫的那个应许应验的 那一个根源 那这个跟当时的那一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当时的情况呢 是被掳的 当时人对耶稣的印象也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哪撒勒人 可是马太说呢 其实呢 他是大卫的子孙 好 那在这一个一章二章的里面 跟着呢 这个也是我们中文少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的 但是我去有一天 我在这里很仔细练的时候呢 我发现第一章二章里面呢 有三个梦 一颗星 然后呢 五个呢 用看啊 看啊 看啊 那么在讲这个看啊的时候呢 有一些呢 我们中文呢 就没有把它翻出来 因为你加上去的时候呢 又是中文不通顺 那翻圣经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他们是必须顾及到你念下去 通不通顺 所以 你加了一个看进去的时候呢 就中文就不通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就不翻了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 是马太福音里面呢 这个看啊 这两个 这一个字 其实原文只是一个字 一度这样一个字呢 是经 在好几个地方会出现 有点好像 有些人说呢 是马太的口头禅 可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呢 这几个看啊 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呢 都是在一些紧要的关头出现 而三个梦呢 跟一颗星呢 也都是在紧要的关头出现 又是听到玛利亚有孕 第一个思想 是要把它修掉了 然后呢 一章二十节 二十节的那个下边就是说 看啊 有一个天使 有上帝的死者 在梦通向他出现 这是一章二十 前面的第一句是正思想这事的时候 然后原来再加上 看啊 有主的死者向他显现 那这一个梦呢 流转了 一个离婚 这个离婚呢 假如发生了 耶稣不会是大卫的子孙 到第二章 当那一些东方的博士 来到耶路撒冷 问来问去 然后要找 最后呢 是从圣经里面呢 找到说呢 是要到伯利恒去 伯利恒哪里找啊 圣经也说呢 就在那个时候呢 说看啊 那颗引导他们的心呢 又在他们前边引路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每一次去讲 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做填充 三个梦 一颗心 五个看啊 让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都被扭转了 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出生 从他到成为哪撒的人 都是在上帝的控制的中间 好 那这是在这两章的整个主题的发展里面 一些很重要的那个线索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为止